大家好,我叫大饼脸 大,就是挨打的大 饼,就是欠打的病 脸就是不要逼脸的脸 家里有姐妹三人 我排行老三 我们姐妹号称宇宙无敌三剑客 我从小学习就很刻苦 苦心钻研小三学科 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考上了水性洋花大学 学的是填补知识专业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热泪盈眶 全家人为我骄傲 尤其我那个两个姐姐 更是羡慕极度恨啊 在上学期间 我不断地理论家事件 一有时间 我就去大街上寻找目标 当然了 我受到一些挫败 但是我不怕 我是谁 我是骄傲的大饼脸啊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心里默念 勇敢大饼不怕困难 终于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寻觅到了一个猎物 死人名字叫人渣 和我的名字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我叫大饼脸 他叫人渣 真好 有天人渣被我说 他有家庭 还有孩子 问我怕不怕 我说太好了 这才有挑战 这才能让我发挥 我的才能 慢慢的 我和人渣 就过起了没羞没骚 不要脸的小日子 每天人渣都来学校 接送我上学放学 同学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我骄傲啊 自豪啊 我是我们大饼家族 最荣耀的 有一天 人渣说要送我一个礼物 于是人渣就带我进了一家劳斯莱斯4S店 没想到他给送我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车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虽说我大饼脸是个破鞋 但人渣也不能给我买二手车吧 于是我就在心里买下了毁掉人渣家庭的种子 我开始了计划 先劝说人渣先转移资产 再让人渣把现金借给自己的兄弟姐妹 没想到人渣愉快地接受并且实施了 很多时候 我和人渣的计划不谋而合 一拍即合 我们开始换掉原来的保姆 用我们两培训一酒的保姆 进去人渣的家里 这个保姆就是一个毒鬼 以屁股外债 非常接受我们指挥 计划如期进行中 我开始把最终计划告诉了保姆 让他故意在家里放一把火 其他事情不需要他的参与 然后就可以拿到八十万 也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去往国外上学 保姆听完后 对我和人渣感激涕零 于是一场大火就烧了起来 人渣妻子和三个孩子就命丧火海 保姆就顺利做了我们的替死鬼 我和人渣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我大饼脸也是挺着大肚子 参加了人渣妻儿的葬礼 大家说我大饼脸容易吗 后来我们就天天发微博 天天在微博煽情 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同情我的人渣 和物业打官司 最终我们拿到了上亿的赔偿款 对了 忘了说了 当天火在现场 我大姐和姐夫都参加了 都是大饼脸家族的人 当然要鼎立支持嘛 我和人渣就开始了直播带货 反正有一帮同情人渣的弱智粉丝支持我们 这个钱不赚白不赚 我们就疯狂脸财 我们就不断地吃血馒头 我们赚得盆满锅满 我们也怕夜长梦多 也怕露线 也怕被警察抓案 于是我们就下架了网上所有商品 撤销一切 销毁以前所有罪证 准备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移民国外生活 可万万没有想到 在警察不断地调查 和网友不断地爆料下 我们最终落网了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后悔 人渣也开始对我漫无休止地抱怨 说这一切都是我大饼脸造成的 骂着骂着 我们俩就在警车上刺打起来 一切都完了 我大饼脸的人生也结束了 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等待我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那就太棒了